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法治建设工作 开创性地采用了专章论述的方式 这充分说明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而除此之外 报告其他专章论述的内容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法治化的影子 比如人民民主 国家安全 共同富裕的内容论述 那么法治与这些看似独立的方面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些内容背后 又体现着怎样的实践要求 法律讲堂文史版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法治建设这十年第五集 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党的二十大报告 内容非常的丰富 对许多领域都做了重要的战略部署 绝大多数都跟法治建设有关 我们没有可能 全部都进行法律方面的分析 我想可以从政治建设领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经济建设领域的追求共同富裕的法治体系和国家安全 法治体系建设 以及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这四个角度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谈一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谈一进行分析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问题 我们已经明确的概括和确立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在未来 为了防止我们的民主 半途而废 我们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 把这个原则牢牢地规定到宪法法律当中 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规章当中 2019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指导工作 他充分地肯定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 并基于自己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 提出了 我们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一个重要的论断 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也是新时代践行民主立法原则的一个根本遵循 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一个崭新论断 它是在基层立法联系点考察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何谓基层立法联系点呢 这实际上我们还得从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实践中 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说起 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的立法工作 分为若干个层次 自上而下 分别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宪法法律 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由省市两级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可以制定中央的政府规章 省市两级的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性政府规章 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一个一整套的立法体制 我们通常把它表述成一元两级多层次 一元就是一个宪法一个法律体系 两级就是分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 多层次就是不同地位的立法机关 制定效力不同的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 这样一个自上而下 有层次 有差别的立法体制 但是大家考察这样的立法体制 特别是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 虽然立法的人都是由全体人民选出来的人大代表 和人大的常委 但是他们具体立法的过程 并不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亲身经历的 具体这些人开会 讨论什么 怎么讨论 讨论多久 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对于普通的基层组织和个人来说 显得特别的遥远 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信息不沟通和隔阂的地方 为了破解立法不能够直达基层人民这样一个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不断的探索 就创造性的在全国范围内 选择了几十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在我印象当中 像上海虹桥街道 像江苏的昆山市 这是一个县级市 甘肃省的灵桃县 广东省的江门市 像这样一些地方呢 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基层的联系点 那这些基层联系点 它能够第一时间的得到 也就是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 法治工作委员会的立法议案 并在征求意见的时候 征求基层联系点所在地的相关人民群众 相关组织的有关意见 基于这样的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做出了重大的实践性的创新 在全国范围内 选择东部 中部 西部 根据城乡的差异 设置了几十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让这些地方啊 直达民意 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 做到一个立法直通车 和信息沟通的这样一个作用 基层立法联系点 是一个小切口 是一个小的窗口 从中能够看到 国家制定大法的具体内容 具体作用 人民群众有参与感 信息公开而透明 那我想面向未来 基层立法联系点还要尽有的铺开和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考察 这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实践中 归纳总结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一个论断 这对我们啊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法治建设呢 都有突出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十大报告就此强调 必须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充分实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 激发人民群众 创造活力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讲 全过程人民民主 反过来为我们在宪法法律的指导下 全方位的实现民主 落实民主啊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制度的指南 像这样一个指南呢 我们可以从政治层面 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啊 多个角度呢 来进行啊 理解 在政治层面来说 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它具有高度的广泛性 真实性和丰富性 在制度层面呢 我们的宪法制定了一系列的 民主的制度 民主的体制原则 在宪法相关法 包括选举法在内 包括各个国家机构的组织法当中 都有相当多的民主的这样一个呈现 在实践层面呢 以基层立法联系点 这样的实践创新为例 退而广之啊 我们现在呢 正在逐步的落实 民主回归基层 民主落实到基层的 这样一个党的主张 人民当家做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二十大报告也指出 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而保障民主落到实处 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 所以保护人民权益 离不开法治建设 除此之外 在报告中强调中国是现代的本质要求中 重要一点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那么它的实践路径是什么 它和法治建设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第二方面 就是建设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体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是现代化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 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 我们要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 采取更多会民生 暖民心的举措 着力解决好 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 那要稳步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建立科学完善的社会法体系 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是刻不容缓的 在具体落实的方面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齐抓共管 促成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体系 在社会法的整体领域来看 我们在劳动关系的调整 我们在收入分配的调整 我们在社会福利与保障的法律调整方面 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一方面 要保证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公平正义 更重要的是 我们始终不能忘记 国家适度调整的这个有形之手 比如说在疫情条件下 使得不少人失去了收入来源 或者说他的生活难以为继 不能得到保障 这时候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有形之手 就要补短板 救急管用 再有 因为我们国家 它是一个生产利益 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的国度 我们的东中西是有差距的 我们的城乡收入是有差距的 不同行业 不同职业 它的收入也是各个不同 因此我们要用相应的税法体系 进行调试修订 能够逐渐地拉平大家的这样一种差距 还有就是在法律体系层面 本身我们既要运用实体法的这样一些措施 比如说民法 商法 税法 这样一些实体法的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重要的是我们要推进程序法 就是民事诉讼法 行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和相应的调节法 仲裁法 这样一些程序法 实体与程序相结合 共同保障 促进共同富裕的这样一个总目标的实现 无论是人民民主 还是共同富裕 都有赖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而这又包含了国内国外两个方面 而随着新时代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 国家需要面对的形势越来越复杂 快速有效地解决国内外出现的新问题 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就显得格外重要 那么如何才能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呢 法又能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第三个领域 就是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当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姿态 来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 我们的对外交流 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意识 国家安全的相关战略 策略 具体行动的布局 那么就要随之而跟得上 我们的相关的国际 国家安全的理论 也就要与时俱进 大家可以感受到 与十年前 二十年前 甚至三十年前相比较 国家安全的问题啊 变得越来越突出 值得也应当呢 单独的进行阐述和指引 这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啊 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论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相关的 重要的报告当中呢 应该说内容非常的丰富 啊 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 包含了许许多多领域的安全问题 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 网络安全 军事安全 国土安全 生物安全 生态安全 等等一系列的安全 我们可以发现 面对着国际国内的两个大局 以及各方面的挑战 国家安全问题 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 成为呢 我们现在乃至于未来啊 很重要要面对和克服的 二十大报告 专题论述了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强调啊 要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它的主要内容呢 应该包括这样的几个方面 一是健全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规范体系 也就是说从立法上 要进一步的完善我们的国家安全法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围绕着国家安全 我们现在的立法已经不少了 这十年来啊 加上以前已经有的啊 我们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挺多 代表性的 比如说国家安全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还有一系列的反字头的立法 比如说反分裂法 反恐怖主义法 反间谍法 面向未来 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些 划定红线的反字头的立法 还有我们在涉外领域 反外国制裁法 这既是一个涉外立法 也是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 大家想啊 因为国家安全所包含的领域非常的宽广 它包括了经济的安全 那我们就可以设想 在经济安全领域 我们还有哪些短板和不足 有政治安全 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巩固 党对国家建设的领导 巩固人民至上 这样一个政治根基是不可动摇的 这方面有没有立法的短板 还有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 还有呢生态安全 更重要还有生物安全 网络安全 我们已经立了一些法 网络的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安全法都有了 但是还会有一些漏洞 天网会会疏而不漏 但是网络空间总是疏而有漏 这方面还要加强力 还有呢 像生物安全方面 包括外来的物种 转基因 有些东西 我们还要进入研究 推动了相关的立法 以上这是从推动建设 涉及国家安全的 法律规范体系角度说的 但是其实啊 对于建设高效的 安全法治实施体系 同样有很大的需求与挑战 我们的法院系统 我们的检察院系统 我们的检察系统 是不是都做好了 从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立场 和价值的角度出发 维护我们利益的 维护国家安全的准备呢 这个还要加强 第三呢 就是要推动建设严密的 国家安全法治监督体系 和有利的安全法治的保障体系 不管是人财物 还是监督 有效的监督 有效的评估 评估反馈 这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第四点 我们的整个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要做到统筹推进 国内安全和涉外安全法治工作 要确保两手都硬 两手都赢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增加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 需要增强全国人民的法治意识 但在这其中 也离不开建设强大的军队 法治的军队 有信心 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有信心 有能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战略 指称 有信心 有能力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那么如何理解 依法治军 法律讲堂文史版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冯玉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法治建设这十年 第五题 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 第四个方面 就是持续推进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一个重点的论述部分 一个现代化国家 必然是法治国家 那么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也必然是法治军队 我们推进强军事业 建设强大的军队 没有法治的引领和保障 这是不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 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是强军之机 凡属于重大改革 都要做到 与法有据 那么在法治军队 或者依法治军的整体工作中 我们首先要增强 全军上下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 这样一个水平 加强依法治军的机制建设 和战略的规划 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从立法 司法 执法 都要进行构建 增强军事法律制度的执行 着力提高军队建设 法治化水平 把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这样一个方针 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 全过程各方面 为推进强军事业 提供重要的引领和制度保障 我相信 在法治的轨道上 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一定会为实现 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奠定基石 依法治军的领域 其实非常的宽广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国防法之外 在兵员的征召 在兵员的训练 相关的军事装备 军事科技的探索 创新 还有呢 就是退役军人的社会生活保障 方方面面涉及到的立法很多 司法执法的事物也相当多 怎么能让社会整体 爱军 荣军 而军队更好的反馈和支撑 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建设 这是一个未来的法治问题 我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工作 一定能够做好 从党的十八大 一直到党的十九大 再到党的二十大 我们看到 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思路 纲领 论述 也是一步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 持续不断的完善发展的进程中 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 也越来越在实践中 取得更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以上 我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 共同赋予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和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这四个领域的法治建设的任务 做了解读 通过整体上 对二十大报告当中 五年工作 十年成就的法治成果 我们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梳理 我们也对二十大报告当中 专章论述 专门部署的 法治创新表述 相关的命题 特别是法律建设本身以外的 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作 怎么样在法治意义上推进 我们整体做了一个解读 相信啊 在二十大报告的指引下 我们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呢 会更加的稳健 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